在现在晚上的时候 寒流已经正在逐渐的南下了 整个温度的形态来说 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晚而越来越冷 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到的就是 保暖工作不能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了 我们把未来一周的温度的变化来看到 在明天后天周休假期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的低温下探8度的低温 但北部海岸线的低温就有机会在6度的低温咯 可是呢这一波寒流最强的时刻 不是在6不是在日 而是在下周一到下周二 周一跟周二晚上的低温部分会在7度的低温 所以要提醒您特别注意的就是 周一周二的天气寒冷 但是呢水气量也会随着因为干燥的冷空气进来 从礼拜天以后开始 逐渐的降雨的状况都会明显的再减少 但是到了下周三的时候 还是在寒流的影响之下 低温的部分在8度 而到了礼拜四 晚上的低温部分升到11度 下周五低温的部分就升到13度了 所以啊天气形态来说 周休假期往北走要有短暂雨 但是往中南部走是天气晴啦 可是寒流的影响时间 可是有长达5天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华南的水气带的冬移之下 今天的降雨状况只有在新竹以北 有些零星的毛毛争雨出现 但是呢雨量的部分也并不多 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哦 今天晚上还有水气在通过 相对的在北部地区 仍然有些零星的降雨 但中南部地区呢 只有云层量比较明显的比较多 但山区部分就容易有浓雾的状况 在明天整个干燥的冷空气 已经逐渐的通过了 到达了接近浙江跟福建了 明天干燥的冷空气会再下来 所以呢明天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 跟今天晚上之下相较之下 大概降幅会有在2度左右到3度 也就是说明天晚上的低温 可就降到8度的低温了 但是呢有些人就说 山上部分有没有机会下雪啊 目前来看啊 在荷欢山啊像玉山 它的雪的状况来说 是已经有积雪了 但从再有新的降雪几率来说 相对的偏低 那北部的阳命山跟大屯山地区这边呢 还有包含七星山 因为呢水气量今晚够 但到了明天晚上水气量比较偏少 相对的降雪的几率来说 到明天晚上温度是够了 可是水气少了 也就是说温度到了零度 可是水气不够 雪的机会相对有可能就比较偏少的几率 有降雪的状况 但寒流的影响 长达有5天的时间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注意到外岛地区 这个温度不是错误哦 而是告诉你今晚低温6度 明天也只有在6度 温度上不去 明晚温度再下降 而到了澎湖也是今晚16度 明天也维持在16度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地区都只有在10度到11度的气温状况 而到中部地区12到14度 南部地区有阳光 东半部的宜兰以北比较有降雨状况 小丁林给您一个提醒 特别注意啊 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 还有明天开车往北过了新竹以北 还是要记得西带雨具 我记得西带雨具